大家好 我是石玉兰 欢迎您一起收看4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历经了16天不眠不休的抢救以及抢修后 台铁清水隧道东正线终于在19号的清晨开始恢复通车 而交通部长林佳龙也亲自搭乘了首班列车 从宜兰经过事故现场后抵达花莲 并且在受访的时候强调 能够在任内最后一天完成善后工作 他如实重负终于可以放心的交棒给下一位交通部长 列车鸣笛平稳向前开 经过16天日夜抢修清水隧道东正线19号正式恢复通车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在凌晨5点27分亲自搭上首班车 通过泰鲁阁号事故现场 我们过了何人列车继续往前开 就会经过泰鲁阁号408次事故路段 顺利很安全的通过清水隧道 那除了确保安全 也让未来的乘客可以安心的来搭乘 是如释重负 上午6点36分左右顺利经过清水隧道 在通车前台铁局也完成了隧道结构补偿 强化钢铁桩连结设置工区管制大门和安全防护围离等工作 通车初期两个月将先以时速40公里慢行 首班车在上午7点08分成功抵达花莲 也让林佳龙放下信中大石 虽然我要离开交通部 我还是会是一个志工 会从旁来关心跟协助台铁的改革跟进步 抵达花莲后 林佳龙也前往公庙教会为伤亡者祈福 不过外传新部长将由交通部政务次长王国才接任 具有交通专业背景和经验的他 曾任高雄市交通局局长 另外每当交通部相关事业单位职务有出缺时 都由王国才出马 不仅曾任交通部代理部长 还曾任台湾港务中华邮政的代理董事长 被林佳龙立赞是交通部钢铁人 对此王国才并没有承认或否认 只表示由行政院宣布 就派能彻底改革台铁重新站起来 具有陈明华 杨宗燕花莲长报道